好 我們都會要聽觀眾的說法 是談談曾先生 不過在請教曾先生之前 我們先把這內容認定 什麼認定 法院認定 郝龍斌跟林崇一不知情 算是還了他們的清白 那麼判決這個認定 高嘉隆二零七年三月 取得來自日生生 不祥人員的變更預算書 將日生生的這個評鑑價格 差異較大的工程 以手寫住13項工程金額 比以前這個就是敘舟民意的製作 所以整體來說 有個叫不祥的人員給了他 就做了變更 而這不祥人員到現在 還是不祥人員 好 我們先接下台南的曾先生 曾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你好 曾先生 台南的曾先生 你好 你好 請說 今天關於鄭先生這個問題 我是認為說 我們在座的來賓有沒有 還有民進黨 曾先生 好 我們接下一通電話 不好意思你的聲音 我不是很清楚 台中的何先生 何先生 你好 你在線上 喂 傑明你好 你好 我覺得郝龍斌他當然可以安全下撞 因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 比ISIS還可惡 而且我覺得這個政黨應該要送進歷史的灰燼 就是俗話說 可能狗改不了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好 謝謝 好 謝謝何先生 好 另外是桃園的葉先生 葉先生 你好 你在線上 各位來賓好 我是覺得說這次那個梅格斯的案 再次打擊了司法的危險 因為這個印章 市長怎麼該出去的 好 我們現在先不說他有沒有做 我沒有罪 他這樣子的辦事 不看數字 那以後怎麼把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怎麼把國家的數字交給他 那不是很危險嗎 那哪一天他隨便看錯了一個零 我們國家就完蛋 那我是覺得說司法這一塊 被最近真的打擊我們人民非常大 因為像趙成雄那種案子 他可以用錢去把他的官司扶掉 就這麼擺明的 讓我們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做這種事情 真的很心痛 還有就是 阿嬤你今晚天都為我們大家 都在替你 我是覺得 醫生你歌好不錯 一個市長這麼輕率 沒有辦法思考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他怎麼幫我們國家規劃五年 醫生我好奇的問你一個題外話 醫生問你一個題外話 你是幾年級的 我我還很年輕 對 我聽你聲音很年輕 對 所以你這麼年輕 你對司法就這麼憤怒 那你周圍人怎麼看這個司法呢 每一個人都沒有辦法忍受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的國家好像進入了一個黑暗 尤其是司法這一塊 像檢察 檢察院這種東西 檢察官這一塊應該要趕快列入那個 就是司法獨立 不應該在法務部下面 因為馬英九曾經當過法務部長 好像當了很多年 我就覺得他這個黑手已經是非常離譜了 還有我覺得對我們的整個教育 法律教育體系真的有點打擊 這樣子念法律系的人會很羞恥 會讓大家覺得說 謝謝易先生 易先生其實對於司法跟教育 幾乎是我們所有觀眾朋友打電話 同樣的問題 怎麼辦 司剛所有全部算在國民黨的身上 最好是這樣子 這個馬英九已經離開法務部這麼多年了 中間經過民進黨也做過法務部長 我覺得這樣去歸納去講 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 第二個 那這兩位所謂科市長手中 口中所謂兩個小官非常的被哥哥 這兩個這個他所謂的小官 我覺得他們也很 他們很離譜 他們兩個做事很離譜 第一個他到底這個中間怎麼去算的 那怎麼去得到這個答案的 我覺得他不但在法院上講明白 而且如果說他為他自己清白的話 他也要跟社會大眾講明白 所以這兩個不是國民黨派去的 這兩個是一般的公務員 那這個帳的就每個市政府 每個機關每個市政府 都有可能這樣的公務員存在 那我覺得未來政黨 的第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一點 就是怎麼樣淘汰不適任的公務員 這不是什麼蔡英文的問題 也不是什麼只是國民黨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整個國家進步的 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底下的公務員的素質不提高 我跟各位保證誰來執政都一樣 都一樣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可以亂蓋亂批 不是我看每個縣市政府這麼多事 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市長最後覺醒的 但這種覺醒辦法 作為可能市議員的或是民意代表 要不要把這覺醒辦法 重新做個review呢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上是暴露很多 我們體制上的問題 當然這兩個操行道德的問題 非常有瑕疵 我也覺得說怎麼可能就沒有後面的事情 他們去做這樣的事 OK 但另外法院的部分 當初法院也有傳好龍兵 用證人的方式去做證 如果說好龍兵真有事的話 就證人轉被告了 OK 他這邊基本上法院認定 好龍兵也不知情 柯文哲也說看起來就是如此 所以我覺得事情一碼歸一碼 現在選舉很激烈 那什麼事情沒有錯 現在國家發生大大消失 國民黨可能都可以算他一份 但也不必什麼事情都算在國民黨身上 該有的官制該有的制度還是按照運訊制度去運行 那特別是現在特別有慎選希望的候選人呢 也應該提出他對縣市政府的公務員 甚至整個中央體系公務員 有沒有一個淘汰的機制 第二個司法官的問題 包括檢察官的中立辦案的問題 然後法官淘汰統統法官問題 我們都希望看到領先者提出他的方法 所以這個事情是要下一人來做決定 可是也就跟國民黨沒關了是這樣嗎 好 但是詹宇 你剛剛一直在一樣 現在是不是有馬英九的印章怎麼說 你們就去告吧 如果不滿的話 你就繼續去提告 然後去查馬英九 馬英九 馬上520就要卸任了 你知道很多人就拿很多的案子 要去等著馬英九 我覺得就來吧 我覺得馬英九不要怕 就是很多人要找他算賬 羅之入罪的 那好龍斌的分配核定比例又怎麼說 那沒關係 其實法院認定好龍斌不知情 如果覺得有人認為好龍斌這事 一定有什麼貓祕在裡面的話 再去提告 好 越來越精采 到底這個是誰的問題呢 我們來看 最會來翻轉 最... 支持國民黨就是肯定郭冠英的言論 1月16 一起巨投國民黨 多岪佛員拍攝得到什麼月明日和國民旅行